好,我们上礼拜把那个第一张的大概延时啊,延时的种类,宽物的种类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所以大家知道它怎么形成的,我们后面讲到一个变子眼,对不对?变子眼,变子眼为什么形成? 那其实变子眼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高温还是高压? 对,但是实际上高温可以成为变子眼,尤其一种是局部的变子眼,就是说像那个岩浆啊 岩浆就是火山口爆发之后,它的岩浆流出来之后 岩浆流出来之后呢,因为岩浆温很高 所以岩浆所经过的地方,它的旁边就会形成变子眼 但这种变子眼,通常来讲没有那么的坚定 就是说本来就沉积岩,然后就被抗粉 对,本来的沉积岩或者是本来的火层也都不可能 它在那个时候经过一次的变子,所以它有可能在沉积区域的变化 那这种变子眼比较脆,比较薄,没有人泡粉 OK,这是一般我们可能还可以看到的变子眼 所以它变子眼有好多种 这个是什么石灰岩变成的变子眼啊,杀岩变成的变子眼啊 就不同的状况 但是它不就像刚刚有讲的,就是从那个沉积岩来变的 它不算了,火层也可以变的 那火层岩就是它在变子的时候是通常是 比较没有办法在经过化学变化 因为它本来已经在高温之下形成了 所以火层岩经过高温之后,它重组之后上火层岩 还是放变子眼 变子眼,变子眼 就是它火层岩形成的时候,通常它额的力度比较大 就是它里面的精力 精力比较大 精力比较大 所以它比较质地没有强 但是在经过变子的时候,它可以让它的颗粒变小 颗粒变小的话,它就会变得很硬一点 所以变子眼跟火层岩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二张,这个地球的成圈 地球的内部 地球的内部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书上抵抗轮 它就分成三大块 一个是 什么 还有最外的一圈 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做地壳 地壳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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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到70公里 20到70公里 这边用分成这个海的或者是陆地的 陆地的比较厚,海的比较薄 那如果说是 再往地壳往下走 这一块叫做地壳 中间是地壳嘛,对不对 好 猜一下地壳是 地壳是软的还是硬的 地壳是软的 为什么地壳是软的 我猜一下地壳是软的 我猜一下地壳 都便해�看看 但是视频被钉到爬 不会 entrepreneurship claro 这只能掌握 B 颊时の隙 币서ess 是硬 собствен不老 B 颐是硬的 冰河 不小心 B 颐是硬的 B 颧凳 B 个下 B 供 柜 外面比较软 那这一圈呢 地寒又是什么 硬的还是软的 地寒基本上都是软的 但它又分了两圈 上地寒下地寒 上地寒是一种软的圈是比较软的 它实际上是石头热热硬硬的状况 现在这一圈呢 硬的还是软的 也是软的 那你会不会有好奇说 我们地寒竟然只有20到70公里 20到70公里深不深 很深啊 比所有的海高都深啊 比喜马拉雅山海高 对不对 这么深 然后整个从地球核心到地球表面有多长 六千多 六千多少 六千三百七十 六千三百七十公里 六千三百七十公里 是个大约的数字 它并不是准确的数字 因为地球不是一个正正的圆形的 不是正正一个球形的 所以它并不是每个点上的距离都是一样 这是一个平均值的 或是大约的数字 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里面到底找怎么样 我们能知道地球里面到底找什么 猜的 猜的 猜的怎么猜 用波 用波 什么波 PS 这叫地震波 用地震波来猜 因为其实我们会 我们对一个科学研究是这样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技术 我们用这个新的技术去做一些运用 做一些参考 比如像我们发现了波之后 我们对波也会越来越透彻 波会有什么性质 波会有什么性质 我们学过波 波会有什么性质 发现戒指的时候会改变波长 发现戒指会改变波长 是吗 你要告诉我 是或不是啊 改变平均吧 改变平均 改变波长 这边波没有 这是波的特性 这其实也是波的特性 所以像是物质的特性吧 这个特性就是波经过它的时候会改变波长 OK 这个你这样讲也可以 也可以合理 这也合理 但基本上我们说这是戒指 它就是表示不同的东西 那所以过来说 经过不同的东西 会改变波的频率或周长 也是一个概念 但是是频率还是周长 会改变频率 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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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应该问频率啊 那是什么 改变政府 所以你认为改变政府 他认为改变频率 还认为什么 政府就是一个 波的大小 波的大小 波的高低 我们经过不同的戒指 波 讲到现在一个波 新城 周长 我把他改变什么 周长 改变 波长 会改变波长 有可能是改变他的政府 政府怎么写 政府是 政府怎么写 立正的这个 政府的长度 我在想说有个带号吗 好像可能带号 政府它的高度 政府不是大小吗 诶 这个很难讲说大小 可是 因为 你讲大小 有可能会不解释 它波长的大小 政府的大小 上次强 政府不是真假 但自然环境下 它很笨 但就会慢慢变小 就是说你的波 刚出去的时候 假如是一个神波 这神波放在外太空 没有光临阻力 它不会变小啊 它那边有阻力 直接让它不会变小 那能量一直传地 一直传地 传地不会变小 它不会假变的 你波 政府会变小 通常 比如我在打 在湖里面打个石头 那水波会慢慢变小 因为它破章了嘛 它能量本来是 集中在这么小的波圈里面 对 它慢慢破章的时候 波圈变大了 变大了 因为它用的能量一定越来一样 所以你要随着它波圈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看到它政府越来越小 因为政府就代表它能量的高低嘛 政府代表是强弱 一个波的强弱 就是能量高低的意思 好 我们知道它进入不同的戒指的时候 波进入不同的戒指的时候 发生一个事情 那个事情就叫做 它的波数会增快 或是降低 这个情况影响的是 Lambda 而不是所谓的波 不是一个频率 为什么不是频率 你想想看哦 我假设这波长的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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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经过另外一戒指 它现在就会变快 那情况它的波圆从哪边来 一样就从 对啊 那既然从原来到我的频率是固定的 频率是一秒几次嘛 我经过这戒指 我变一秒二十次 假设这边是一秒十次 经过这边变一秒二十次 那多了十次从哪边来 不可能啊 所以它不可能增加频率 但是我们的波数会改变 波数等于什么 波数等于 频率乘上Lambda 对不对 既然这个东西会改变 这个东西又不改变 那实际上就有Lambda改变 就是周期在改变 它的长度波长在改变 所以我同样是一秒十次 但是我在这边 一个波长是十公分 我经过这边之后 一个波长是八公分 我的波数就变慢了 那如果波长变成二十公分 那表示我的波数变快 这都可能发生 所以这个波的特性来讲 那波还有个特性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但这个波数有关系 波数改变呢 它会产生一个变化 那东西是什么 你们都知道 如果没有这个特性 你就不用戴眼镜 那戴眼镜没有 折射 折射 对不对 所以波的特性是很重要的 特性是 它在不同的戒指 过程当中 它会折射的现象 还有呢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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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要是这两个现象 就是一个折射 一个反射 什么时候会反射 波 只有波会反射吗 什么时候会反射 蛤 不是所有的波都会反射 对我先讲波 波都会反射 什么情况会反射 我现在比如说 一天碰到什么情况 才开始反射 或者碰到什么情况 才会折射 什么情况会折射反射 戒指 戒指怎么样 戒指 戒指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穿过戒指 没有办法穿过戒指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反射 这是一个现象 智慧也没赶上车 他第二车会开上 OK 没关系 那就是做他第一车 有了他一家 他们可能先走开 就是他们轮流开车 那个世界法源 可能有一个时间 但世界可能也许有10分钟 怕子虞他们也跟着不对 所以叫子虞他们先走 一个是说波缝那个戒指 他没办法穿过都会反射 但是只有这情况才会反射 只有遇到一个状况 是穿不过才会反射 穿得过才会反射 好歹 也会有反射 穿得过也会反射 你看玻璃 我最后看到玻璃后面东西 我最后看到玻璃前面东西 你没有看到灯管吗 可以看到灯管 我可以看到灯管 灯管跟我在玻璃的同一次 比方说灯管是因为 灯管的光打到玻璃 反射到眼睛 所以他反射 可是他可不可以穿到玻璃 可以穿到玻璃 所以 反射的情形 不是单单只有穿得到 他什么情况会反射 什么又真的情况 什么又真的情况 是吗 那我如果对着太空喊了一声 讲一个话 这个话会反射吗 他们有东西指导 OK 所以前提是什么 他们有东西指导 我们在距离一个 遇到戒指 遇到戒指 所以一个东西 一个坡或一个反射 除非是因为戒指的变化 你戒指只要变化 他就会产生反射 所以戒指都不知道 但是有时候戒指呢 很明显 有时候戒指不明显 什么情况叫戒指明显 什么情况叫戒指不明显 就是我听说 这个戒指啊 这个戒指的界面 有时候明显 有时候不明显 戒指的界面 譬如说我现在从 从空隙 到水 我碰到一个戒指 所以我会反射 折射 然后我会反射 对不对 不会反射 会变小 折射 会变小 折射 我会变小 变一点点 我会变一点点 我会变一点点 我会变大一点 好 我们碰到戒指 就会折射和反射 可是 我把折射 你只要戒指 而且戒指可以被穿透 它就会折射 如果这戒指不能穿透 它就不能折射 对不对 折射就有限制 可是反射呢 是刃的戒指 只要有差异 这两个东西有差异 什么差异 密度 不是密度 什么 什么 什么差异 什么差异 可以造成反射 你知道吗 有个东西 他们有做过试验 玻璃 特色的玻璃 好像水晶不会有什么玻璃 它放到干油里面去 你感觉上它就 不见了 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碰到它不会反射 因为相同波长 什么相同波长 不是借那个 干油的那个水晶 那个相同波长 相同波长是谁的相同波长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发生相同波长的时候 进去一次后 他们的没有改变很波长 OK 就是这两个戒指 光在这两个戒指里面的波数 或波长是相同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感受了 可是当光进去的时候 它的波长 它是波数带 如果都一样 那这两个物质的密度就会一样 不一定的 那没有关系的 所以干油它水晶的密度没有很大 锅里的密度很大 但是它没有关系的 所以当你的戒指 锅进去这两个戒指的波数相同的时候 它就没有反射 当这个物质 这个戒指是没办法穿透的时候 锅没办法穿透的时候 它会有折射 但是这次戒面很清楚 有没有什么情况是在戒面不清楚的 摸模糊的 有没有什么情况是在戒面摸模糊的 汽油 汽油就戒面有摸模糊吗 就空气又是汽油 汽油的 汽油 汽油 什么是汽油 什么是汽油 就是像风 风 风在吹它就会默默默默默的 就是空气跟风 然后光在船口 就是波在船口的时候 一样会发生折射 OK 汽油 好 汽油 好 汽油 泡棉说 泡棉 泡棉 看对什么东西来说 对 对光吗 那对什么东西 看我们像是摸摸摸摸摸的介面 水应该有动 水怎么样 有窝洞 窝洞 你知道吗 你刚刚所讲的都不见得是 水 尤其水在流动的时候 它只是流动 它表面还是有个介面 所以它的东西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是这个厨套的平面 我们的光对它来讲是一种 比较慢反射 不高度反射 水的流动是 它的慢反射还没那么近 所以你基本上水在流动 你如果有个照片 它一看的话 你要连同一个波的文部 看到反射的现象 对不对 而且很清楚 通常来讲 有这种所谓的 不清楚的介面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现象 通常出现在什么时候 没有公布答案呢 通常出现在 比如说沙漠 沙漠 或者是海边 你那个太阳照完之后 你的水蒸气上升 你会改变空气的密度 改变空气的密度 我不知道哪 波 波速跟什么的关系 假设你能够穿上那个 雷尺还是胜 对不对 像波 波速跟空气来讲 空气 光在空气流动的时候 光在空气穿透的时候 波速会跟什么东西有关 跟密度有关 对不对 所以你的空气 从这边是高温的空气 第一个好 高温的空气 到比较高温一点的话 是冷空气 这空气的密度分不是很 我们在那边切开 这密度多少 这密度多少 有跟金有切片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密度是慢慢改变的 密度是慢慢改变的 所以在这边 我们要亲密的介面 没有 这时候的空气 光在那边有东西 是浮现的 是个浮现的 所以 有时候我们讲说 海森有什么回事 折死 当这个地球表面 这边的空气 密度不一样的时候呢 这边的颈部 它是这样子过来的 正常来讲 我们颈部的光不这样 直线出去吗 它会这样折过来 所以我在这边的人 这边的人 会感觉到 这边有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这叫海之圣楼 你会觉得这个光打过来 你的眼睛 它感觉的东西在这里 在天空上面 天空上面有个城 还有城镇 这叫海之圣楼 这最可遇的 有时候可以很远 有时候可以很远 有时候可以看到 好几公里以外 好几千公里以外 有可能 几千公里以外 几千公里以外 甚至几百公里以外 有时候可以看到 非常远的地方 所以这个海之圣楼 这原因在于说 这个空气的密度 是不均匀的 它没办法 不像我们那样 很清楚的一个界面 在这边做一个摆车 在那边做一个折射 并没有这样子 所以 我们可以从这个概念来看到 这个界面是清楚的 还是不清楚的 那修理 什么 什么 再这样 比如说 这样才是 那个 刚刚这种状况 反射呢 是不会有反射性相 不会有反射性相 它比较偏向折 它没有什么反射 因为它没有清楚 界面让它反射 因为它 我们讲反射 在于说 这个界面的波数 这个界面波数 是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会有个反射性相 可是刚刚这个界面的波数 跟这个界面的波数 很近的时候 非常非常近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样的时候 会不会反射 可能就算有 但是你看不见那个光 你没有感受到 那个反射性相 不容易被真正 那我这个点有改变点的 这个点有改变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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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拉开了 可能两公里之后 改变很多 可是这两公里当中的 密度 界止的密度 是改变 是越来越一点点 改变的 所以你光在这边 基本上这两公里当中 你不容易看到有 反射性相 我们就有看到折射 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 譬如说 譬如说 我们现在课本 讲地震波 像我们当时 对波的东西 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你看 我们就拿着波 我们就开始发现 地震啊 它会震动 有震动就一定要拖 所以拖骨都是震动产生的 对不对 大部分拖都是震动产生的 这个拖骨靠震动产生是什么 光拖 对不对 光拖比较像是震动产生 光拖就存在了 好 休息10秒钟 不是吧 不死了 倒一边咖啡 上水 下个水 下个水 可以收拾 懒人 下个水 可以收着 装水 下个水 成功10年的咖啡机拿出来用 都让你不得用 没有,我拿一台,我昨天从广州找到的 有两个咖啡店 有两个咖啡店,如果你们想试一下可以高一咖啡店 加柱子咖啡店 会溶掉不行,要拿杯子 我桌上来的杯子 我桌上来的杯子就不用 我桌上来的杯子 你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知道波的现象,我们桿용缶是电阵波 而地震产生的 我们现在科技 traffico有,电阵波有两个 一种是P波,一种是S波 请问,什么是P波?不就是S波? 纵波跟橫波,哪个是纵波? P波 好,英文叫什麽? 我们的cush 一叫S波是什么? 搬拔 恒波 因為它的正中的方向 跟前進還是前進 p 你可以叫做cressure cressure 什麼的壓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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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話的聲音是怎麼波 講話的聲音是怎麼波 不算 不算 算不算 不算 不算 沒有答案 關鍵的聲音是我們講話的 講話的波是什麼波 重波是什麼波 壓縮波 壓縮波 所以是算還是不算 算是壓力波 壓力波 壓力波 那你就請教什麼 壓縮波 壓縮波 只是披露 這這麼波 簡單的講 這麥克風 我講話的時候 你覺得這麥克風會怎麼震動 受到壓力 我講話的時候 是讓我的 我口中的發聲器 在做震動 震動的時候很簡單 我這空氣在這邊一震動怎麼樣 它是被撞擊了 撞擊對這空氣來講是壓 對不對 所以這空氣被壓縮了 然後呢 等到我這個膜拉回來的時候 這會變 突然間密度變小了 所以是髒 就是鬆開了 對不對 所以對聲音來講的話 它就是密密密 密鬆密鬆密鬆 就是這樣 它是會一陣一陣一陣的 對不對 所以那個空氣被壓縮了 就是壓力波的一種 所以這個 P 我們講重波 事實上它是從推出來 它是壓力的 它是有壓力的 好 那S呢 S是什麼 S S是什麼 S S 想當然了 這是中風嘛 橙波 那這是什麼波 什麼是橙波 就是 震動方向 震動方向怎麼樣 前進方向 舉個例 神波就是重波 神波就是重波 神波就是水 水波也是 水波也是 就是你正中的方向 你跟它波前進方向 它是乘九十度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就用S 欸 欸 為什麼用S 原 原是怎麼樣 在做體積 什麼是S 什麼是S S 不是 S S 不是 我忘記那個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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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查一下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不一樣的意思啊 不一樣的意思啊 那不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說 我可能知道 我忘記 至少我知道怎麼查 你還不知道怎麼查 對吧 查一次就好了 還是要等修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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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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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在做簡歷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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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hare share force 長音的E share force share force是簡歷波 什麼叫簡歷 譬如說 我這樣子 這這樣子就要簡歷 就算壓力 但是我這樣對這張桌子 我這個地方是簡歷 做 簡歷嘛 簡歷之後也叫簡歷 簡單來講 它跟簡歷有關係 當一個東西 這是一個物體 一張紙好了 假如我從這邊施力 對它這個局部來講 它是壓力 假如我從這邊施力 在這個區域 它所做到的意思是什麼 是被挫開的 被挫開的 這就是簡歷 這歷就叫簡歷 對 所以假如我真的是把剪刀 剪刀的膏口 我們把它畫來看的話 是這樣子的 剪刀 剪刀是讓它插 兩把刀 這樣剪開 就是在這邊就是簡歷 懂得懂嗎 所以這叫做 剪刀的功能 它是這樣 割開的 是把它這樣割開的 所以它 這張紙來講是上下點力 它把它剪斷 這叫簡歷 好 所以簡歷你可以想像 簡歷就是一種 重方向的力 跟我的物質來講 是垂直方向的力 所以重 橫波的意思是這樣 我當這個波 這個是戒指的時候 我的移動方向是這個方向的 就是 share wave W-A-V-E-Port share wave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在這邊產生一個地震 地震的原因 我們先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產生 Key波跟S波 亞歷波跟S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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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它的物質的特性 講得非常的不清楚 在講裡面 很清楚啊 就跟風箏的意思一樣 每個物質它都有 屬於自己的會心 它的特性是什麼 重波 所以你的意思是 所有的東西 它都會有一個特性 那些特性就會決定 它的 波的 什麼 所以你說這是地球的特性 在這邊產生一個地震 它就會產生重波跟S波 所以在這邊如果產生地震的話 震遠在這裡的時候 它就會對這個地殼 地球 產生重波跟S波 就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特性是這樣 但是總是有個理由吧 我們想想看看 什麼理由啊 什麼理由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是 所有的物質都會這樣 成語說 因為這是特性的關係 所以有的物質會 有的物質不會 所以今天我們講 產出是 哪些物質會有這些現象 哪些物質沒有這些現象 哪些物質沒有這些現象 也就是說 哪些物質會有中波跟 橫波同時出現 哪些物質沒有中波跟橫波同時出現 哪些物質沒有中波跟橫波同時出現 對吧 我們這樣才能夠 抽絲波點去研究它 我不能直接給它 嗯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原椅子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接受了 就跟 這跟那個什麼 重力啊 我們講說外引力重力這個現象 重力是怎麼來的 引力啊 對 重力是引力 我知道 那怎麼來的 沒有 為什麼 因為 外引力的 所以在這邊 立正波它是用這種 它是 它是 它只有考慮它的那個 傳播速度 對 它這邊刻不上就這樣寫 但是我要講說 為什麼會有中波 為什麼會有中波 剛剛請問到引力的事情 我們當然 在以前我們就滿足以後 因為它有資料 它就有引力 我們關心它這個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不滿足啊 我們來想說 到底這個 這個原子裡面 某個東西 產生引力 如果那個東西拿掉之後 是不是這個東西 就沒有引力了 就沒有重力了 有沒有那個東西 有沒有那個粒子 如果把它那個粒子拿掉之後 這個東西這樣是 佔有體積的東西 它具有體積的東西 它就沒有質量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答案是 可能 現在已經找到了 具有重力的那個粒子 要吸了絲 或一直 好 所以你找到 對 找到之後就拿到莫菲爾講 在那個什麼 它出氣中 然後等一下 震動到什麼 99.7% 接近光復 對不對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你講這個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知道 它在說什麼 它就是把那個東西 它拿來震動 然後它說它震動了這個 可以到 99.7%的那個光速 它這樣是什麼意思 它就說它 對 這是下午 最人為可以知道 最 最 貼近光速的速度 OK 好 其實我滿容易知道 你要把燈打開 它嘛 我馬上就創造出一個東西 到了光速 那就是光啊 對不對 光那個 日光上打開就是光速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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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具有重力的東西 我們就找到 所以那是 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要講說 一個物質產生 在地球裡面 它產生地震了 就是它產生 重波 跟橫波 或者叫壓力波 跟減力波 它到底 是怎麼形成的 對這個地球來講的話 什麼叫做減力波 減力波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壓力波 壓力波 對 什麼形成的 壓力波 怎麼形成的 壓力波在哪裡 壓力波 對 力不改變 然後壓力波怎麼傳遞 壓力波 對 擠壓 擠壓 對 誰跟誰擠壓 我現在講地球 它怎麼傳遞壓力波 用地殼 地殼怎麼樣 地殼的 擠壓 地殼 地殼壓力波 然後這樣就 簡單來講 誰剛剛也說一個重點 假設我這樣摸力 我這樣笑一下 請問會有P波跟S波 應該有吧 應該有 P波怎麼傳遞 向下傳遞 向下傳遞 OK 那S波怎麼傳遞 向下傳遞 向下傳遞 有沒有不同的答理 我現在去擠壓力波 我在這個擠壓力波 向上傳遞 她很像上傳遞 桌子內褲 擠壓力波 除了被有震動 所以它產生P波跟S波 P波跟S波 P波會怎麼傳遞 P波會向下 P波會向下 對假設我們現在把它畫出來 這是一張桌子 我把它放到 桌子 我拿鐵錘東西敲一下 撞到這邊 好 需要劈波怎麼傳遞 所以 換言的意思是他這樣傳遞的 劈波這樣傳遞 我只掛的是傳遞方向 那橫波的傳遞方向呢 橫波是這樣傳遞 這樣子 同不同意 劈波到應該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 兩邊在追破一步 你要不要參話一下 屁股怎麼樣 屁股 屁股 屁股到底怎麼樣呢 你不要連這屁股 連他椅子上才能走路的 這個慢完應該都會有滑 OK 好 屁股加半疊 半疊 好 劈波是這樣 劈波是四面八方 他是這樣子 他是蹦蹦在下 壓到旁邊的戒指對不對 這戒指就用 腰這邊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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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傳遞出去 他是一個四面八方的傳遞 要是一個球狀 假如你看到的話 他是一個球狀的傳遞方向 對吧 同意是吧 以這個為球心 到一個散射方向傳遞出去 這是腰波 那什麼腰波 腰波怎麼傳遞 腰波怎麼傳遞 什麼叫腰波傳遞 是這樣 他就是這種伴回四輪之一個以來 X波咧 怎麼傳遞 對 你說腰波這個網路還沒聽懂嗎 你要解釋給我聽 好像這個笨蛋啊 你要解釋給我聽啊 笨蛋那就算了 直接扣0 扣3點 因為我講的是地面 他扭一個物質撞下去 或有一個滴下去 那他 就是他這個 這個什麼 撞擊點的周圍 他的密度會變大 那就是地過啊 那沒有不管啊 就變大 然後呢 然後側邊也會變大 那變大然後他就傳遞去啦 所以他傳遞的方向是怎麼傳遞 傳遞方向是怎麼傳遞 對 對 就是 就是 哦 就是一個 屋子 我從這個 補絲補絲 OK 他有個力下去了 然後他就會 這樣一個 脫的 那個 那個 他的方向 他會炒到360度 走外面 好 把半斤這樣用一點 他就變成圈喔 他就變成圈 知道嗎 S波 S波 就非常像 非常像順波 我在這個桌子上 只是桌子很硬 感覺不到 我敲一下 如果你可以用慢速顯微鏡 慢速的 慢速還有顯微鏡 慢速的 應該是高速顯微鏡 順便拍他 你可以看到桌面的表面是 傳出去的 那個 去海邊一樣 海邊就看到 海邊看到什麼 海邊 海水 那個 輕死到沙 腳都一踩 然後 他就會突然乾掉 OK 你可以看到 地面有那個 震動的痕跡喔 像上下震動的痕跡喔 好帥的 所以 這個就是 簡力波 簡力波簡單來講 當你震動發生的時候 他是這樣傳遞的 超過小的 他是這樣傳遞出去的人 這個傳遞方向是從 那個點 四面八方 輻射出去 這個點 就像聲音一樣 我講話的時候 聲音 對我嘴巴前面的空氣 震動對不對 壓縮 這個壓縮的壓力波是 從我嘴巴這邊 嘴巴為球心 像一個周圍的方向 四面八方 散播出去的 會不會抽水 對 有點類似噴頭水 但是聲音是嘖嘖嘖嘖 這樣出去了 你在前進的時候 對 他這個球 球撞著這樣出去 所以 這個很像聲音波 這個很像是水波 好了 所以我們 開始發現說 我每次地震的時候 結果這兩個波在傳遞 我們要下課嗎 下課 下課 好吧 下課 acam 太水過了 收到 下課